再来看到的是高雄盛红星号渔船 昨天在鹅阿辽渔港的外海翻覆 造成两人落海失踪 而今天中午呢 一艘在外海作业的渔船 在园中港外海呢 巡获了船长曾来信的遗体 不过还有一名船员 欧秋之下落不明 搜救行动仍在持续进行 声声的呼唤 哀痛的哭喊 却再也难见到每天天未亮 就得出海捕鱼的父亲 柯子寮及渔船顺红星号 船长曾来信 三号在返回高雄市柯子寮渔港时 遭巨浪及沉失踪 四号中午在园中港海域 作业船只发现他的浮尸 遗体由海巡人员运回柯子寮渔港 家属的哭喊声直叫旁人鼻酸 在海里面宅户在沉 然后我们才来这边保安 由于海巷不佳 造成海上搜救过程困难 不仅海巡署的救生艇翻覆 上午一宵总队人员骑着水上摩托车 也被大浪打翻 幸好搜救人员都安全上岸 在路上试着吊起船身的大型吊车 也无功而返 最后海巡署在柯子寮港北堤 找到沉船 这个整个一个移港进出港 那以前就设计明显有缺失 明显有缺失 所以其实如果一个西南去流 还是峰台贵一个一个去流 造成我们这其实坦白讲 从那进出港 实际是显向还生 盛宏信号翻船 船上三人仅一名 一名鱼工及时跳船获救 在巡货船长曾来星遗体之后 仍为一名船员欧丘之下落不明 搜救行动持续进行 联合报林保光高雄报道